最后就是一个愿景 就是你对一个地区的未来 什么更重要 我刚才听到一个新加坡的专家讨论 说把一个有红树林的海岛 变成了一个大的新的城区 在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这时候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当你脑子里有这样一张图像的时候 你可能在准备摧毁那一片红树林的时候 你就很难下决心了 因为你知道什么更重要 什么不太重要 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问题 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我既然到了一趟新加坡 总要说一两句 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新加坡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关于价值观的讨论 所有的未来应该如何 主要是关于价值观的讨论 这个地区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价值观 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只知道它管理的很好 但是好像也不太清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